越长大越孤单 越长大越不安 忽然间想说一下这个年纪的我们 今天突发奇想 我觉得我们已经到了儿时羡慕的年纪 却没有成为儿时羡慕的人 我们这个年纪已经没有办法不去考虑别的因素 然后去单纯的喜欢一个人了 已经不能了 到了这个年纪还想玩 却发现已经玩不起了 而到了这个年纪 最后人说我变了 却没有人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所以没有人问你过程 只会在乎结果 到了这个年纪 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你没有钱 到了这个年纪 也明白了家庭不和睦的孩子很容易长大 到了这个年纪 我们要独自面对世界的儿与我诈 到了这个年纪才明白原来社会没有准则 不像考试只有对错 到了这个年纪 朋友越来越少了 到了这个年纪 一边想要坚持自己的原则 一边却不停的让步妥协 到了这个年纪才知道哭有什么用 明显还是很难 到了这个年纪 眼泪依然是咸的 却有了不同的意义 到了这个年纪 知道父母赚钱不容易了 到了这个年纪觉得钱很重要 重要的把心里的天真都挤走了 到了这个年纪 学会了对别人的冷漠 到了这个年纪 有些事你觉得委屈 可还是要承担 到了这个年纪 尽量别给别人添麻烦 别人也最好别来麻烦我 到了这个年纪 最疼你的人已经不在世上了 所以自己的难事 只能靠自己的方法去解决 到了这个年纪 才明白 漂亮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但丑不休 到了这个年纪 大人们只是在忍 只是在故作坚强 来承担年龄的重担 到了这个年纪 懂得了爱情和婚姻是两码事 到了这个年纪 我们才明白 先谋生再谋爱 这不就是我们 所谓的长大吗 长大真的好吗 越长大越孤单 越长大越不安 也不得不 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 也不得不 收回曾经的花魂 这个年纪送给你们 纯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